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公司最大的iPhone代工制造商 富士康科技集团当地时间17日 发文为印度总理莫迪助手 并称计划明年将其在印度的投资和员工数量增加一倍 彭博社借此炒作称 这凸显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加剧 在华制造业正加速外迁 关于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 中国工信部此前曾表示 外商对华投资步伐并没有放慢 彭博社称 富士康驻印代表当地时间17日 再理应发文 祝贺印度总理莫迪73岁生日快乐 并称计划把公司在印度的规模扩大一倍 但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我们将更加努力 明年为您送上更丰厚的生日礼物 目标是在印度的雇工人数 外国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都在翻倍 富士康驻印度代表说 报道称 富士康计划在靠近印度南部 卡纳塔克邦首府 班加罗尔机场的300英亩土地上建厂 该工厂可能被用于组装iPhone 预计将创造约10万个就业岗位 彭博社继而炒作称 富士康在印度的扩张偷险 中国正面临失去全球最大消费电子产品 生产国地位的风险 苹果和其他美国品牌正在探索其他 可替代中国的生产地 例如印度和越南 报道还称 富士康母公司 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上月称 富士康计划加大在印度的投资 该公司已在印度运营9个生产园区 和30多家工厂 雇佣数万名员工 刘洋伟称 富士康正处于 在印度扩张的早期阶段 每年的营收约100亿美元 作为美国最大的大工厂 富士康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今年6月对于苹果是否计划将工艺链从中国大陆签出的问题 刘洋伟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没有 刘洋伟在2019年7月正式接捧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执掌这家全球代工巨头 在6月天津举办的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刘洋伟对媒体记者表示 去风险化不是去产能化 这种风险是管理上的风险 不是产能上的风险 例如碰到地震风灾等主要不是去风险 是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 时任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姚骏去年7月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总体而言 外商对华投资步伐并没有放满 据姚骏介绍 当前火国制造业对各类资源要素的息距离正在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外资主动投向先进制造 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 关于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 我认为总体上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是全球化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姚骏说 最后